哈喽大家好,我是风云 之前有好媒体曝光了一组新款大众微览的测试车叠照 从叠照来看,前脸采用了新的家族式设计 从轮廓来看,前包前干下半的进气口开口将更大 并采用了全新设计的格杀 使得前脸形成了一个咧嘴的造型 头灯的灯组造型同样采用了新的设计 并有可能将采用全LED光源 而尾部的整体变化较小 但使用了全新设计的尾灯组造型 多类方面暂时没有明确的消息 但根据外媒的猜测 新款微览或将以大众全新的1.5TSI发动机 取代现款的1.4TSI发动机 并有可能推出注入R36之类的性轮版车型 此外,新车还将继续推出插电混动版的微览GTE车型 新车或将在续练里程上得到提升 根据此间的消息 大众将在2019年为旗下的中型车进行一次改观 其中包括此间已经曝光过的大众帕萨特 以及我们看到的新款大众微览 盖音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有好友媒体获得了马萨拉蒂全新跨界SUV的摘像图 摘像图根据马萨拉蒂设计语言 以及K3R Feli两款盖建车进行冲作 从图片来看 新车的跨界风格被充分的发挥 标志性的机器隔山设计得以保留 发动机窗盖上方带有多条富有力量感的极限 犀利的前大灯组搭配炮筒样式的雾灯区 看起来攻击性十足 车灯侧面 新车的腰线应用较为丰富 分段式腰线以及较大尺寸的轮圈添加了运动感 车位看上去十分饱满 三角形尾灯组与前大灯组形成呼应 弧形线条的运用让尾部看起来富有层次感 马萨拉蒂目前已经推出了Vanty一款SUV次行 全新跨界SUV也将会在不久后推出 根据官方的产品规划 该车不排除将采用纯电动的动力系统 这外观你会喜欢吗 日前蔚来官方发布了旗下5座版纯电动SUV蔚来ES6的更多预告图 通过本次的细节预告图来看 接连设计与ES8十分相似 采用了同样的加速式设计语言 但针对大灯、前包围经济口等细节进行了调整修改 两侧围灯组采用了不规则的设计 配合着T型的牌照架设计进一步增强了尾部的层次感 据官方表示ES6轴距达到2900毫米 并且全系标配卷旅车身以及双电机智能电子市区 百公里加速时间将低于5秒 根据此前信息来看 新车预售价为37万元起 并将于12月15日开幕的《未来日上》正式发布 有想来一辆的不? 有媒体在近日曝光了一组猎豹旗下全新SUV的设计谍照 通过此次曝光的谍照来看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其前连采用了多边型的大嘴式经济格三 包围机畅盖上方有微微隆起的线条 而大灯组仪式使用了分体式的设计 整体看上去十分个性 车扇侧面来看车针线条流畅 配合微微隆起的轮眉线条还算比较运动 尾部方面 类奥式的设计配合C字形的尾灯组线条较为复杂 在此方面 整体采用了黑色维组色调 并在副手箱处加入了红色元素进行点缀 并采用了大指钻液金中控屏 以及三副式多过能方向盘等设计 后来方面 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 有国内媒体将一组仪式一些大众首款SUV T-ROCK探戈新车型的实测叠照曝光了出来 从叠照来看 新车在外观上与线管车型相比并无明显差异 整体基本保留了好耳板车型的设计 C采用了T字形的家族前脸造型 前打灯上方带有L型的杜哥四条装饰 配合两侧环形的LED日行灯转向灯 看上去非常的个性 尾部方面 采用了许多凸起的线条进行勾勒 左右则是棱角分明的尾灯柱 而尾部最显眼的就是TL180TSI这样的标识 目前T-ROCK探戈入门版车型为200TSI 该车应该是该车系的全新入门版车型 其活将搭载一台低功率的1.2T沃轮Zα动机 传统方面匹配的是武术手动变速箱 类似方面继续沿用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 可能是入门版车型 所以并没有配备大尺寸的中控眼睛屏幕 多功能的方向盘等 整体上以灰色为主色调 并在细节处浮以多个元素进行点缀 动力方面目前官方并未透露更多的消息 作为参考 同样伪标为180TSI的速团车型 其搭载了一台1.2T沃轮Zα动机 最大功率为114马力 而现款T-ROCK探戈200TSI车型 所搭载了一台1.2T沃轮Zα动机 最大功率为116马力 传统方面匹配的是武术手动变速箱 不知道新车什么时候上市呢 好了一生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赞马关注微记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